好這個老王剛剛看到的是川普公開的記者會內容 他說中國的瘟疫改變了影響了美國的經濟 那美國的經濟儘管經過這次疫情之後呢 這一個可能有所調整 可是一個我們從股票市場看到 昨天特別講到的趨勢非常明顯 跟台北股市的趨勢也一樣 特定的科技股他們都是數位強權 而他們強者恒強 他們有一些人都已經股價創的歷史新高了 然而事實上以昨天來講 美國內部搞不好疫情會有第二波 搞不好實體經濟跟零售業還會受到影響 我覺得這個川普可能繼續要在嘴中國這個疫情 這個新冠肺炎可能會持續 為什麼因為最近傳出新的新的第二波疫情 因為我們知道前一陣子美國暴動 那很多的上街頭 反而有可能加速這個新冠肺炎的傳遞 因為目前這個德州部分 德州是這個疫情確診案例第六大 他們已經傳出這個地方 有可能會再度死回復蘭 而且是休士頓的 休士頓這邊的這個長官他已經說 我們可能隨時有準備要採取封城 你知道這個在亞利桑那州也同樣 亞利桑那州大概這個ICU病房 有四分之三 現在已經住滿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美國政府反而 他重新起風的這種第二波的態勢 比之前中國還猛烈 所以這個川普要特別注意到一件事情 因為經濟剛好在好轉 如果你爆發第二波疫情 像我剛才講 亞利桑那州這個地方的 這個他已經創下1291個人在住院 這也是創下由紀錄來新高 而且這個地方是搖擺州 萬一他疫情不好也會影響到投票行為 是而且我們看到美國很多運動 像這個NBA最近也才正準備要再開打 那如果你在所有經濟活動 已經開始要經濟重啟的過程 然後又再爆發第二波 只要我認為 只要休士頓真的這邊再封城一次 那整個美國又會這個風聲鶴唳起來 所以昨天道琼一度就跌到了一千八百多點 那這個是從三月份以來 跌幅單日跌幅最多的一天 那為什麼會大跌 除了這個事情的話 第二件事情 還有那個FED聯組會主席又出來講話 其實他過去講話就認同不會V型反轉 昨天出來又再講一次 所以川普在他記者會後就很不爽 川普就寫了推特就說你根本在亂講 我覺得經濟很偉大 可是我覺得接下來經濟到經濟到底能不能夠成長 就回溯到我們剛才前面兩個故事 那兩個州能不能有效控制安利 我覺得值得大家去觀察 那美股重挫之後我們看到 昨天納斯達克的跌幅相對是比較輕的 那即便是不管是昨天比較輕 我們再對照過去這一波的時候 三月反彈以來的話 相對你們看這畫面上 這個所謂的FAANG 這種科技股龍頭 數位霸權的龍頭 在這一波疫情的反彈是非常好的 像亞馬遜是創下這個歷史新高 我們昨天講他反彈幅度大概六成到七成以上 甚至Netflix 這是這個標準的疫情受惠股 他也是大漲 還有這個所謂的特斯拉 特斯拉我要跟大家講 你說他不是賣車子的嗎 其實特斯拉在很多投資人 這個定位他不是他不是汽車股 他是所謂的科技股 因為他整車都是高科技 所以他也算是一個科技強權 那我們往下看 上面那個領先比較多 但是亞馬遜 我們把下面那個族群 他因為他比較密集 我們把它打開來看 就是你看 Netflix Apple Facebook 然後甚至阿里巴巴 這一波反彈都還蠻強勁的 微軟是比較低 微軟是比較下面一點 可是我們看前面那幾個 就所謂的FANG 漲勢都非常猛烈 帶動了整個美股往上通 事實上 如果從S&P500的市值來看 光FANG 就占了大概四分之一以上 所以FANG漲 那大盤指數就漲 然後他們跌 大盤就跌 對 所以就說明 為什麼納斯達克 會比道雄強很多 那跟台灣一樣 台灣就台積電大力光漲 然後大盤就漲 台積電如果大力光都跌的話 大盤就跟著跌 虽然說投資人 喜歡晚上看台積電ADR 因為ADR的大點 明天就不用玩了 大概就這個意思 那我們往下看一下 FANG為什麼可以這麼強勁 這張圖說明 就是我們昨天有談到 就是你現在 未來預期賺的錢 會賺很多 那所以你市場 會給更高的本益比 因為未來會比較焦對 因為未來本益比 就慢慢的下修 所以這樣是合理的 那我們往下看 這一次美國 其實我們看到 這張圖是美國 倒閉的企業加速 在剛剛說2008年 連辦兄弟爆發的時候 其實倒閉加速是暴增的 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 的確也讓這個倒閉的 破產的企業也是大震 那破產企業在大震 情況下 美股在創 這個納斯達克 跟非凡在創新高 這是一個令人家 百思不解 其實我跟大家講 它是有原因的 下面那張圖 這紅線代表什麼 這個代表 美國的大型企業 它的規模 對照同一個行業裡面 其他國家企業 它的規模是在飆升的 什麼意思 就是說美國的企業 它是一個大者恆大現象 我們剛才提到FANG 就是一個完全 我跟你講 大家會去想說 FANG你可以用很多的 例子來形容它 用很多 你可以舉一萬種理由 來說FANG 我這裡呢 每個企業 我就用一句話來形容就好 全球最大七個社交平台 光Facebook就占了四個 然後再來是 美國的零售總額 將近四成 是Amazon的業務 再來是 不管是iPhone iPad AirPods都賣得很好 那個廠商叫什麼名字 叫做Apple 在Netflix 全球的用戶 有將近兩億戶 最後一個 Google在全球的市場的 搜尋的份額 有將近92% 你聽完我這樣 我用一句話就解釋 這件FANG 而且我在講更直白話 他們根本是獨佔 就是 就是我要聯絡賴宇宙老師 我靠Facebook 然後我要設去這一個 今天NASDAQ的股價 今天的Google股價漲跌 我就用Google設去 我要設去韓國瑜的笑話 或者蔡英文今天講什麼話 我也用Google 然後我找不到第二家 就我沒有替代品喔 所以他們不是強權而已 他們根本是獨佔的怪獸 是啊 所以我說你看我用一句話 來形容這些BUT 你就各位觀眾 你就要看這一句話 就說明它的地位 這就可以說明為什麼 我剛才那張圖 美國的企業 因為它規模越來越大 在全球佔了非常重要地位 那其實關姐說到一件事情喔 這個現象不是只有美股啦 台股我們看台灣十大高價股喔 這個幾乎好幾個千金啊 我們舉一個那個身家電 這個剛掛牌的 身家電子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往下看 身家電子你可以看喔 它今天的股價收盤是970塊喔 不好意思人家昨天960 今天台股是大跌的 它還沒什麼跌 還比昨天多喔 所以你的意思是怎樣 所以整個中美的 台美的股市喔 是呈現一個高價股 強者很強的一個狀態啊 這就呼應過去這個 強對疫情反彈以來的結構 那這個代表市場上的資金 是非常集中的 大家去鎖定 那也是符合我們現在社會 就是一個標準的MC化 而且是更MC化 就是說企業界強者 很強的霸權更強了 可是呢一邊在失業啦 在紓困的這個人數 可能不斷的創新高 數位的戰爭喔 這裡頭也是美中的霸權之爭喔 那當然喔 在美國內部反中的鷹派班農 有一陣子還揚言喔 這個川普搞不好哪一天 會打掉中國的防火牆 那中國的防火牆 確實也影響到 網友窺探海外的資訊跟世界 而且這次美中的攻防 是全面的 包含老王 今天的新消息是 美國搞不好會限制金流 出入香港 那這裡頭就會影響到香港的金融的中心跟金融的戰場 對我們上次說他們不太敢去直接動到這個相關中資銀行 這個在外匯的結會的這個城市啊 這個方法 但是呢他們美國會衝到什麼 會美國會透過限制一些外資投資啊 讓美元不要流進去香港 那你呈現一個美元荒的情況 阻斷你在香港裡面取得美元的這個捷徑喔 我覺得這是川普接下來非常要做的事情 當然我們要再次講調的是那個美魯欽喔 我不知道他最近立場他都一直承諾說 其實中共不錯啊 中共當然都有在做事啊 中共他真的在採購我們的農產品啊 一直在替中共講好話 我們看到很多新聞都這樣講 那事實上美國的國會吃不吃這一套 美國國會其實沒有 美國國會又提了一個新法案 我們最近看到非常多的法案 比如說他提了新法案什麼 他要去注意喔 這個要懲罰 中國去竊取美國的技術啦 這些很多支持就牽制到 所有的智慧產權 我們看到美中貿易戰的話 去年有一個很重要的爭議點 就在這個智慧產權嘛 那接下來美國國會可能要立定一個法案 就這個將近七千四百億美元的法案 針對這個中國你竊取美國技術 這其實也算是一個 美中貿易戰2.0的一個其中一個部分了 再來那因為你牽涉到這個專利戰的部分 我們再來看下去喔 他也會認為喔 這個其實美國已經有傳出來 有專家講出來 說什麼三星有可能成為下一個 美國要鎖定的對象 因為他認為你三星對於中國實在太友好 事實上我們去年有看 我們有做過那頭表 就韓國對於中國貿易程度依賴性是非常高的 包括海力士包括三星這個記憶體的輸出等等 他認為你三星會不會偷偷在扶植中國的企業嗎 所以也許未來中不只是中美貿易戰 甚至川普矇頭對準這個三星 反正只要你是誰提供他5G的技術 我就要跟你做對台喔 所以晶圓代工老美先拉台積電過去 然後處理完老大台積電就開始苗頭對準 然後二三星 他想說三星怎麼還在出記憶體啊 對我這封鎖了處理器喔 封鎖了這個代工的晶圓代工 怎麼還有人在偷偷弄記憶體啊 他可能下一步就要瞄準三星來做制裁啦 也有聲音 靠空